就關於說呢 現在因為傳出來說 這個衛福部前部長陳時中 要來接任這個行政院的政務委員啦 不過這個有幾點 包含的是 他也算這個小英愛將嘛 然後我們過去也一直都知道說 對於民進黨而言 這個選不上 敗選的 這個更能節節高升 對不對 而且把他這樣子安排 難道是有想要讓他 接下來當所謂的地下部長嗎 那其實我們可以細數一下 就是說陳時中過去的很多爭議 這個疫情期間 有很多的問題 到現在大家還沒有得到解答 對於老百姓 他做不到公開透明 他也沒辦法好好的跟老百姓溝通 這整件事怎麼看 都不覺得說 怎麼會是這樣子的安排呢 我不知道對您來說 就是一開始聽到這個安排 是不是感到有一些詫異 或甚至是一點也不意外 坦白講 那對陳時中接任這個位置 我們從國民黨的角度上來講 這叫一則以洗一則以憂 洗的是什麼 洗的就是說 你民進黨願意挑戰民眾的底線 讓一個這麼有爭議的陳時中 然後呢 繼續的經過了所謂的敗選 經過了民意的考驗之後 然後還升官 去做政務委員 那未來他又要經手多少事情 我們是不是又要回歸過去 所謂的疫苗啦 快篩啦 這些所有東西的這樣的一個爭議 這個是這個這個部分 如果在政治攻防上 對國民黨當然有利啊 可是對國家來講呢 那是完全的不利啊 就國家已經被 已經發生過這麼多爭議的事件 而你居然還告訴大家說 我不管怎麼樣 我就是挺這個人 我不管怎麼樣 我就是會善待這個人 那你要大家怎麼去相信 就是說 接下來的政府遇到緊急危機的時候 會好好的處理 還是會騙我們 還是甚至會在關鍵時刻 利用這樣子的一個緊急狀況 去做所謂的謀私的這樣的一個事情 快篩 疫苗 這些這些事情 我相信所有的民眾都感受得到啊 為什麼那個時候一定是對高端比較好 為什麼對快篩 的時候某種程度上對特別的幾家黨商 就是比較好 而在這個時間點裡面 因為你可以看到民進黨所有的 這個黨政的人士 甚至包括立法委員吳思瑤 都還是去支持陳時中啊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就 這個在這個坦白講 我剛講一則一襲一則疑 但是並不意外 為什麼 因為民進黨很清楚一件事情 你只要幫我 我一定幫你到底 那這個做法 坦白講會讓很多願意做事情 特別是願意做壞事的人 願意去支持民進黨 願意去幫民進黨做壞事啊 可是這整體而言 對一個政黨的發展或許是好事 但對國家的發展呢 我我並不認為 所以坦白講 你今天用陳時中接任政務委員 或者是像過去我們在談的謝唐廷 去接所謂的這個司法院院長 這些部分 某種程度上坦白講 我覺得都是對民眾的考驗啊 你還嫌民怨不夠嗎 你還要來挑戰民意的底線嗎 在這樣的一個狀況裡面 坦白講 我覺得他用這件事情其實很簡單 就是為了像當年劉邦 用這個 用一個他最討厭的層子一樣 他只是在平息 所謂的民進黨之間 內部的這樣的一個紛擾 他告訴大家都不要搶 都不要爭 連陳時中都會有位子 你們慢慢等 你們只要願意做事 你們一定也有位子 所以拿國家的工器來做政黨平衡的工具 我覺得這是非常不可取的 為什麼會講到說 連陳時中都可以有位子 剛剛呢 這個旁邊的畫面 大家應該也有看到了 系數他過去的這些爭議 不是只是呢 這個 他身為衛福部長當時的一些 政策上面的問題啦 或者說呢 剛剛講到疫苗這些 也包含他的一些私得問題嘛 什麼這個明明作為 當時疫情指揮中心的指揮官 衛福部長 結果呢 還自己摘下口罩 在那邊飲酒作樂 然後呢 還有這個什麼 老人妻這一些的 好 這一些種種 民進黨就是這麼容易就可以掩蓋過去嗎 他們是視而不見 還是假裝忘記 我覺得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他一定是視而不見 那他想要塑造一件事情就很簡單 就是今天你只要對我民進黨 只要對我派系有利 那我就一定 我就一定會挺 就一定會挺你 所以你可以看到 為了民進黨有多少人 他願意去拼這些部分 所以其實用陳時中只是告訴大家 跟著我民進黨 團結在一起 就可以吃香喝了 太陽星全校課費有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 克費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費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 消化到機能律航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 保健功能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費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藥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 克費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費爾時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折扣 經過